就说它100瓦满载2.5小时烤机 表面的温度才64度 这是为什么 看我来给大家做全网最硬核的分析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这一期视频咱们就是拆解这一个一折的100瓦的三眼仔啊 很多新来的粉丝不知道 咱们一个产品的视频都是分为测试片和拆解片 两个部分来做的 每个产品我们测试必须要测的详细 而且拆解的话 我们都要把电路给大家分析的详详细细的 让大家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产品啊 并不是看个皮毛而已 这个充电器所有的测试数据在咱们主页没有看过的 我把链接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喜欢咱们这种硬核测载内容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来 你们的支持就是咱们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现在就是拆解这一套 一折的100瓦三连载和这一根磁锡的CC线 这一根磁锡的CC线 颜值高不高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啊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这个俗话说嘛 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美雷特 颜值高不高的话 这个在乎各位老铁们 你们自己怎么看的啊 我只是对这根线表达的我个人的看法 我喜欢这种风格 我们先把这个线做拉力测试 看一下它的抗拉力的情况怎么样 这根线材三次拉力测试 平均拉力46公斤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是把线全部拆开 让大家看看内部的线心 这个是这个线外部的编织网材料 好像是棉线加纤维混合编织的 这个就是内部含有磁性材料的灰色外皮 平均层与外皮之间 还有一层就像白色生鸟蛋一样的材料 把它包裹着 内部的平均网编织的非常的密啊 大家看一下 这个平均层做的也很不错 平均层剥开以后 内部还有一层 这一层就像是无纺布的材料 把它包裹着的 因为这是USB4的高速数据线 内部的线心非常的多 要做到线身这么的柔软 而且还要做到线径这么细 这个是多么的难啊 我经常说的是 鱼盒熊掌不可兼得 高速数据线要照顾到视频传输 就必须要用到同轴线纜 有好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同轴线纜 同轴线纜是线心里面还有线心 而且中间还有屏蔽层 这就是同轴线纜 没办法 这是传输视频必须要用到的 然后这六根线纜 不光是充电协议握手 还有高速数据协议握手 都需要用到这些通讯线纜 一共是六根 然后这两根红色的 为电流传输用的正极线纜 估计这个屏蔽层既是屏蔽层 它又是GND负极线纜 剪开这个Type-C口的护套 我们就知道了 Type-C口内部还是有钢套进行保护的 内部还有半透明的胶水灌风 这就是内部的保护钢套 拆开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 两根红色的正极焊在这里 然而这个线材的负极线纜 它不是用的外面的这层屏蔽网 而是用的同轴线纜内部的屏蔽网 我拍清楚一点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就是线材内部的E-Marker芯片 大家看这个私印 3321 深圳惠伦泰半导体出品 公司成立于2015年 专注于模拟芯片设计 这是一颗用途非常广泛的E-Marker芯片 芯片符合USB PD3.1和USB4规范 Anker Primer 240W的CC线 也是用的这一颗芯片 这个一折的奶瓶线里面只有一颗 Anker那一个有两颗芯片 这一根一折USB4奶瓶线 内部的用料我全部都拆开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是来对这个一折一百瓦的 三眼仔氮化夹充电器 来对它进行做一个拆解 一个好的充电器 内部就有好的电路做支撑 好的电路也要好的元器件 才可以做出极品的纹波输出 这个充电器内部电路和元器件用料怎么样 我们拭目以待 这个超声波焊接焊得非常的牢 没办法 我们就用切割机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缝隙里面 我看到了子铜的散热片 里面折叠插角 通过一黑一红两根导线连接到主板 我们直接拉出内部的充电模块 纯纯的子铜啊 做电源设计的朋友 对这个东西没有抵抗力吧 我们用电烙铁把它直接焊下来 这里是刚刚切割的时候 切下来的痕迹 就可以证明这个是纯纸铜的了吧 散热片下面还有一层黑色的麦拉片 这是做绝缘处理 麦拉片下面还有一片蓝色的散热硅枝贴 利用这个迅速的把热量 导到外面的散热铜板上面 元件顶部还惯有这种灰色的散热硅胶 热量传输的越快 温度就散发的越快 所以说这个烤机的时候 它的温度并不是很高 从主板这个地方可以看出 这个充电器原来是设定有A口的 一则公司为了他们产品的风格 也就是适应现在科技发展的一个潮流吧 整个充电器模块由三片PCB构成 我个人还是比较中意这种黑色的PCB 我看到这些芯片过后 我才知道 这个充电器是500瓦的方案 做在了100瓦的充电器上面 这个一则真的是太卷了啊 极品的纹膜输出 优秀的温度控制就是需要这样的电路才可以呈现 大家看我后面的介绍就知道了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我把它全部拆散 这个一则三眼载新款100瓦淡化夹充电器 内部的元器件都打散了 这家伙竟然用的是N字谱的主控和同步整流芯片打造 这套方案效率高 散热强 那可是技术控的最爱啊 整体的电路架构为EMI加PFC加LLC加SR同步整流 再加一颗MCU控制协议 三路独立降压三口输出的模式 我将从EMI滤波到协议控制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充电器的电路及元器件 当然后面我还会重点的分析一下 这个充电器内部架构的优点 首先是EMI电池干扰一支电路 为充电器的第一道防线 滤掉电网噪声 保护内部电路 还得保证不干扰周围的设备 保险是深圳蓝宝安科电子出品的 932系列慢容3.15安 250伏 蓝宝安科成立于2010年 专注电路保护 保险丝是他们的王牌产品 NTC热敏电阻 厂家未知 冷态高阻蓝涌流 热态低阻保效率 亚敏电阻 东莞晴红电子的型号 晴红2005年成立 主打亚敏电阻和气体放电管 电网电压飙升时秒反应 保护后级电路 共模电感 两极环形设计 滤除共模噪声 专门滤225交流电内部的EMI杂波 安规X2电容 东莞结尾电池的EV法 275伏薄膜电容 结尾电子2008年成立 专注薄膜电容和陶磁电容 电源和照明行业 常见的一个元器件 整流桥 深圳沃尔德实业出品的 WR-LBS80M 8N1000伏贴片软桥 沃尔德2005年起步 专注功率半导体 整流桥和销路机二级管 是强项 赖压高 损耗小 薄膜电容 加绿波电感 这颗电容又是 东莞结尾电子的EV法 450伏薄膜电容 搭配一个滤波电感 用来平滑电流 EMI效果拉满 这些厂家的元器件 各式其职 硬生生的把电网的张电 收拾的服服贴贴 接下来是PFC功率因素校正 和LLC携正变换器电路 把交流电变成稳定的直流电 效率和散热 全靠这个电路 主控芯片的供电电容 是广东蓝宝石实业出品的 47WR-LBS 35V的电解电容 蓝宝石2016年成立 专攻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 这家公司没有官网 也没有资料下载 充电器的主控芯片 荷兰恩智普出品的 TEA2016 AAT 恩智普1968年起步 全球半导体大佬 电源管理IC是看家本领 这颗芯片集成PFC和LLC控制 高频运行 数字挑战 效率和稳定性 都是顶尖 关于这个充电器的 恩智普的这一套方案 咱们后面会重点的 给大家讲明白 PFC部分 旁路保护二极管 这里一颗 这里一颗 两颗四印11J 防反向电流 保护电路安全 PFC开关管 唯一颗氮化加开关管 德国英飞宁旗下 GAN System的 GS6511-1L 这家公司2005年成立 专注氮化加功率器件 开关损耗 低到飞起 效率杀手键 这一颗为充电器的PFC电感 外部产有赖高温的绝缘胶带 进行保护 这一颗就是充电器的PFC整流二极管 来自无锡华润威出品的 CRXD04D065 唯一颗碳化硅消责机二极管 华润威1997年成立 国内功率半导体的龙斗企业 碳滑硅器件 恢复快 热量少 高频电路的最爱 充电器的主滤箔电解电容 一样的是来自广东蓝宝石实业的 规格是648违法 蓝压45V 主要用来平滑PFC整流后的高压直流电 LLC斜阵电路部分 斜阵开关管 也是用的淡化加开关管 来自深圳英诺赛科出品的 INNO650DA04 两颗 英诺赛科2014年成立 国内GN功率器件的领跑者 高效低损耗 这一颗很小的 也很薄的一个变压器 为充电器的LLC斜阵变压器 再加一颗0.022微法 耐压630V的斜阵电容 进行软开关转换 效率的话可以拉满 这颗电容厂家未知 这一个为充电器的主变压器 初级引脚四个 次级引脚双双并粘 进行输出 体积小巧 个头紧臭 这些厂家 从老牌的恩赐普到新锐的 英诺赛科 再套华人威这样的国产巨头 淡化加和碳化硅技术的加持 AC-DC效率轻松的超90% 这个热量控制也是相当了得 反馈隔离电路 监控输出电压 确保电器隔离 元器件少 但是很关键 431稳压芯片 经典的一颗电压基准 稳住反馈控制 两颗光电偶合器 台湾一光电子出品的 EL1009 一光电子 1976年成立 全球LED和光偶大厂 信号隔离又快又稳 陶瓷Y电容 来自四川特瑞翔科技出品的 Y1102M 1000匹法400伏 特瑞翔 2010年起步 专注高电压陶瓷电容 隔离安全 杠杠的 一光和特瑞翔 这些老兵新将 默默守住输出端的 稳定和安全 刺激同步 用同步整流技术 效率再上一层楼 荷兰恩字谱的 T1A2095 双路同步整流控制机 为LLC电路量身定制 响应快 损耗低 同步整流开工管 深圳梅普森半导体出品的 SLM80N06 两颗NMOS 梅普森2015年成立 专注MOSFIT和碳化硅 开关性能硬核 这两颗NMOS的规格是 耐压60伏 导组6.1毫欧 漏机电流80A 滤波固态电容 两颗470伪法 耐压25V 厂家未知 滤掉纹波 电流干净 这个刺激同步整流电路 N字谱和梅普森的组合 把刺激的损耗砍掉一半 热量的话 自然少得可怜 输出端电路 是一颗MSU负责协调 三个C口 协议控制和生加压电路 支持多种快充协议 这颗就是这个充电器的 主控MSU 主要用来控制 三个充电口的 功率输出分配 私印被打磨掉了 我们就无法去查这个厂家了 充电器的协议芯片 用的是 珠海智容科技出品的 SW3516P 这里有两颗 背面还有一颗 一共用到三颗 分别管三路输出 智容科技 2014年成立 主要业务 电源管理 数模混合芯片设计 芯片支持 PD3.0和PBS 单颗最高支持100瓦 三颗芯片 组成三路独立的 降压拖布电路 分别对应三个充电口 生加压电路 用的电感 一共三颗 这三颗 就是这个三路电路的 纹压转换的阻力 两颗大的 一颗小的 半桥拖布的 NMOS开关管 一共三路 每路用两颗 一共用到六颗 型号都是一模一样的 为深圳 新控源出品的 AGM405AP1 新控源电子 2015年成立 主打MOSFIT 和电源管理IC 这六颗NMOS的规格是 耐压40伏 导组5.7毫 漏机电流45安 这个电路 滤波措施的 固态电容 都是湖南 万机元电子出品的 PC系列 220微法 25伏 固态电容 一共用到四颗 万机元电子 2008年成立 专做电解和固态电容 C1口 固态加MLCC 滤波双保险 C2和C3口 输入用的MLCC 输出的话 固态电容加MLCC 这里还有一颗 每普生的NMOS 应该是给Echo用的 但是这个没有Echo 咱们就不介绍了 电流采样电阻 这里有一颗R065 这边有一颗R2005 翻过来背面 这里还有一颗R2005 分别对应三个C口 这个电路 智容的芯片 星空源的MOS管 万机元的电容 这些国产厂家 硬是把输出 搞得灵活又稳定 这个100瓦的一则三岩载 极品文波控制 多口不断连技术 我们这里不讨论 就说它100瓦 满载2.5小时烤机 表面的温度才64度 这是为什么 看我来给大家做 全网最硬核的分析吧 TEA2016 AAT 这颗芯片是 LLC加PFC二合一的控制器 集成度超高 支持500千赫兹的高频运行 PFC效率直接飙到99% 它类似数字控制 和自适应时期时间 能够根据负载动态优化运行 稳得一批 全程无死角 TEA2095 双路同步整流控制机 具备快速关乱 和轻载省电的功能 把刺激损耗砍掉一半 热量也是直接腰斩 效率提升的同时 温度也压得死死的 根据N字谱官方的资料 明确的提到 这套组合在高效率携证电源中 能轻松的支持到 最高500瓦的功率输出 而且在这里仅用到100瓦的功率 一折 这真是太卷了啊 PFC用的是 英飞林GN System的 氮化夹开关管 LLC携证 则是英诺赛科的 氮化夹开关管 再搭配 华润威的 碳化硅二极管 这种组合 开关损耗 和反向恢复损耗 低到离谱 热量的话 自然就少 还有就是 这个充电器 还用上了 纯止通的散热片 400多的超高导热系数 热量传导极快 主板上的 发热元气件 产生的热量 瞬间被子铜吸走 散热效率拉满 再加上高频设计 让电感变压器 变得更加小巧 热量分布更均匀 子铜散热片 轻松hold住全场 这个一折三眼仔 淡化加充电器 测试片和拆解片 全部完成 老底们两个视频 来验测一个产品 够清晰明了吧 测试部分 让大家看到这个产品 三口不断连接数 AC-DC-DC 两级电能转换效率 达到88左右 还有堪称杰皮级的 文波输出 USB4 奶屏数据线 实测传输速度 达到380兆明秒 今天的拆解片 让大家又了解到 恩智普的 TEA2016 AAT 和TEA2095 芯片组合带来的 超高效率和智能优化 淡化价和碳化硅的组合 把损耗降到极致 再配上紫酮散热片 超强的导热能力 散热设计和技术搭配 这个产品够硬核不 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 好产品 真实的数据 都摆在台边上 至于该怎么选择 主导权 还在各位老铁 你们的手上 喜欢我这种 硬核车赛视频内容的老铁文 记得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 投币走起来吧 你们的支持 就是咱们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